嘿,特朗普回来了,股市也像坐上了火箭 大家好,欢迎来到细说美股频道 今天是2024年11月10日,星期天 今天我们要来聊聊特朗普胜选代飞美股 哪些板块和个股能获持久提振 现在大家都想知道,哪些股票会是这次的最大赢家 别着急,今天我们就来仔细分析一下 哪些板块和个股会在特朗普2.0时代持续走强 让你抓住这波机会 记住,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特朗普胜选后 美股哪些板块和个股能持续获利 大家都知道,特朗普最擅长的就是贸易保护主义 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美国的制造业要回来了 谁是最大的受益者? 当然是那些扎根在美国的小盘股 别忘了,特朗普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让美国再次伟大 而这些小企业就是美国梦的代表 他们专注于美国国内市场 不受国际贸易战的影响 East Chris反而会在特朗普的政策支持下快速发展 记住我说的话 Sazzle Inc.一家数字支付公司就是这个领域的明日之星 他们的业务模式简单有效 而且完全符合特朗普的政策方向 未来潜力无限 特朗普和华尔街的关系 就像热恋中的情侣 好得不得了 放松金融监管 一直是特朗普的主张 这对金融机构来说 简直是天上掉馅饼 想象一下 没有了那些繁琐的监管条例 银行就可以放开手脚 大干一场了 贷款业务 投资业务 都会迎来爆发式增长 利润 当然也会跟着水涨船高 花旗集团 高盛集团 那一幕摩根大通 这些华尔街巨头 早就准备好了 要迎接这场盛宴了 朋友们 别再犹豫了 赶紧上车吧 还记得特朗普的竞选承诺吗 修路 修桥 修铁路 没错 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 将成为特朗普2.0时代的重重之重 这对工业企业和设备制造商来说 简直是百年一遇的机遇 钢铁 水泥 工程机械 所有与基础设施相关的行业 都会迎来爆发式增长 开拓重工 这家老牌企业 将再次焕发青春 他们的工程机械 将成为特朗普基建计划的得力助手 Fastinal Co.和WW Granger Inc. 这些工业零部件供应商也将从中分一杯羹 特朗普非常喜欢传统能源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他一直支持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发展 认为这是美国经济的支柱 放松开采监管 降低环境标准 这些政策都将为传统能源企业松绑 让他们可以放开手脚赚大钱 页岩油 这个曾经被寄予厚望的新兴产业 将在特朗普时代迎来真正的春天 当然 油价波动是这个行业永恒的主题 我们需要密切关注 传统能源 石油 天然气 页岩油 开采监管 特朗普的关税政策 主要针对的是普通消费品 对奢侈品的影响非常小 毕竟 富人的钱是最好赚的 陆威明轩 爱马仕 这些欧洲奢侈品牌 早就把目标锁定在了美国富豪身上 他们根本不在乎那点关税 因为他们的客户根本不差钱 所以朋友们 如果你想投资奢侈品行业 就大胆的买入这些欧洲巨头的股票吧 他们的股价 只会随着富人的财富增长而不断攀升 特朗普的反移民立场 是众所周知的 他一直主张加强边境管控 打击非法移民 这对私人监狱运营商来说 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Core Civic Inc 和Geo Group Inc 这两家私人监狱巨头 已经做好了迎接更多客户的准备 他们的股票也随着特朗普的当选而一路飙升 当然 投资私人监狱行业也面临着巨大的道德风险 毕竟你是从别人的不幸中获利 特朗普对清洁能源的态度一直是不冷不热 他认为清洁能源成本高 效率低 不利于美国经济的发展 所以 在特朗普2.0时代 清洁能源行业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政府补贴 可能会减少 环保政策可能会放松 这些都会对清洁能源企业造成冲击 但也不必过于悲观 毕竟 通胀削减法案 已经为清洁能源行业提供了大量的税收抵免 Sunrun 这家美国最大的互用太阳能公司 仍然有望保持增长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希望这些信息能帮助您在特朗普2.0时代 做出更明智的投资决策 记住 投资有风险 入市需谨慎 市场瞬息万变 我们要学会灵活应变 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最后祝大家投资顺利 赚得盆满钵满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